大公主笑容满面地对皇帝道 太子妃平安无事 可见上天赐福与我大力啊 陛下要放宽心 继续狩猎才是 周执军重新被人扶着上台 众人七嘴八舌 诸多安慰 唯有凌元心笑道 太子妃脸上的伤痕 可要好好保养 千万不要留下疤痕了 周执军气得脸色都轻了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能说什么呢 皇帝都发话了 总不能继续嚷嚷着报仇吧 找谁报这个仇 他有一种隐隐的预感 林元心 欧阳暖 萧崇华 甚至于大公主都是知道这件事的 这些人根本是合伙来算计他 想到这里 他用近似杀人的眼神看着欧阳暖 欧阳暖却对他微微一笑 周执军眼下不禁微微一眯 唇边的肌肉轻轻抽搐起来 他会气得发狂是自然的 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藏在马鞍下一颗珍珠内的小小冰团 这颗珍珠内部当然也是动过手脚的 大公主刚上去的时候自然无碍 可是时间一长 珍珠孔隙内的温度升高 原本填满整个珍珠孔隙的冰团会逐渐融化 沿着珍珠孔隙 上宽下窄的形状 变成一根极细的冰针 大公主下来后 周执军接着上去 冰针从珍珠内刺出 马儿当然会受惊 等桃花马把他甩下来后 又碰上无意放出来的豹子 更加无惜顾及那匹马 不多时 冰针也会融化 自然什么痕迹也找不到了 这时间上的算计 多一会儿不行 少一会儿更不行 可是一旦成功了 自然是没有法子找到证据的 这样的做法 是名正言顺地阴了周执军一回 还让他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当然了 那可爱的豹子的力爪上 也抹了药 周执军的脸 这辈子都要带着这三道疤痕了 可惜啊 他现在还以为能够医治呢 欧阳暖略带惋惜地对孙柔宁笑道 大嫂 刚才那豹子好可怕 你说是不是 孙柔宁原本正在发呆 被他问起 手里一抖 原本的茶杯哗啦一下打在了地上 他盯着欧阳暖 那模样惊恐至极 大嫂 你不是害怕了吧 欧阳暖十分关切地问道 孙柔宁不敢答话 他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这个弟妹 并不是任由他搓扁柔员的人 他把对方想得太简单了 赫兰图曾经对他说过 不要去招惹欧阳暖 可他偏偏不听 现在 孙柔宁看了眼那边强压怒火的周执军 现在自己已经不能回头了 若是现在说不做 太子妃会放过自己吗 更何况 欧阳暖手里还拿捏着自己的把柄 他怎么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他的眸中速度变换 终究归于平静 低声道 不过是个意外罢了 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死也不肯悔改了 欧阳暖抿了唇 淡淡笑了 很好 他正愁他万一害怕收手了 这游戏就不好玩了 多一个人来玩 多一份乐趣 周老太君看到这场上所有人的脸色变化 知道此事已被压了下来 不由得越想越怒 腾身而起道 陛下 我身子不适 且先告辞了 周老太君向周治君使了个眼色 他顿时明白过来 祖母这是要请父亲来向陛下施加压力 彻底调查此事 对 重新调查 连那些接触过马匹的侍从 也从头到尾挨个检查一遍 就不信什么也查不出来 到时候查出来 看大公主这些人还如何自处 想到这里 他的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喜色 周老太君的举动 全都落在了萧重华的眼里 他微微一笑 仿佛没有看见一样 定远宫原本在猎场外的行宫休息 和一众大臣坐着喝茶聊天 听到周老太君来了 连忙起身相迎 周老太君匆匆将话带倒 并强忍怒气道 这件事 你一定要让陛下给我们一个交代 说完 他便是一阵心急气喘 旁边的周夫人慌忙扶着他道 老太君真是气坏了 我先扶他回去 老爷 要为太子妃出了这口恶气才是啊 你们放心吧 我这就去面圣 定远宫一争之后 立刻醒悟过来 正了正衣冠 并快步走出去 谁知刚刚走到猎场门口 却见到萧崇华缓步夺过来 参见郡王 萧崇华服气定远宫 笑道 定远宫乃是国之重臣 我不过是一个晚辈 哪里敢收您的礼 太子妃刚刚受了惊吓 若是因为此而回去 又觉得扫兴 所以还在宴会上 陛下已经赐了不少礼物给他押近 定远宫心下暗松 连连点头道 原来如此 陛下如此荣宠 陛府上下实在是感恩不尽啊 萧崇华似笑非笑地盯着定远宫看了半晌 突然开口唤道 定远宫 定远宫心中一领 郡王还有什么吩咐 你可知 陛下近来心情不好 呃 这个 定远宫原本就不知道 萧崇华为什么在这里等自己 一时不知道回答什么是好 数次欲言又止后 他突然咬牙道 还请郡王明示 最近总有人就是重提 关于周家 曾经站在秦王那一边的事 萧崇华见定远宫头上层层蜜蜜蜜的冷汗 卑微一笑道 至亲之人 临阵倒戈 陛下面上虽然隐忍 实际上 对这种事向来忌讳 更遑论 太子的性格 你也是知道的 倘若不是看在你定远宫和虎喷将军的面上 只怕是当场一碗镇酒赐给了太子妃 就是你定远宫也逃不过家罪 你可明白 对于萧崇华的说法 定远宫深信不疑 毕竟 萧衍性格十分多疑而善变 他一面连连称事 一面试探地问道 那陛下这一次 如今 京城的显赫世家还有十几家 比不得立国出气的时候了 萧崇华不入正体 淡淡地道 想当初 太祖皇帝分封公侯的时候 何等风光 一谎言 那些顶尖的府邸 倒是败落了不少 定远宫低头琢磨了片刻 脸色不由大变 想到这几个月来 萧亲武和萧衍对自己的疏远和防备 一时间 他也顾不得其他 竭力克制住心头的惊慌道 郡王 是不是 陛下有庞的心思 萧崇华慢慢道 庞的话 也就不必提了 丁远宫 你算是德高望重的 又是真正的皇亲国旗 以后 也许要提醒一下太子妃 凡事 别做得太过头 御殿上参周家的折子可是不少 若是陛下震怒 太子也保不住你们 听到这些 定远宫不由脚下一掷 带到反应过来时 萧崇华已经去得远了 他蒸蒸站在那里良久 将萧崇华的话从头到尾响了一遍 不由硬生生地打了个寒颤 各府之间往往都是姻亲关系 但是 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 倘若没有强大的实力作为依靠 哪里有资格和皇帝作对 眼下 皇帝和太子除了忌讳周家和各府的关系 已是笼练自己的堂旨虎喷将军 可若是周家真的太放肆了 皇帝也就未免会姑息了 他站在原地想了又想 太子妃可以换个人 他周家也不是没有女儿了 可周家一旦倒了 再想东山再起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左思右想 终究敞叹一声 这口气就忍下吧 玄机一跺脚 转身走了 萧崇华走的半路 却被一个人拦住 那人递过来一杯酒 萧崇华微微扬眉道 太子 这里是围炼 可不是酒宴 萧眼冷冷一笑 一仰头 引进了杯中酒 淡淡道 那天的事 我不是故意的 这件事 她的确没有预料到会到这个地步 萧崇华望着她 原本眼中的冷静 已被集中的力气取代了 或许吧 这么多年的朋友和兄弟 萧崇华怎么会不了解萧眼的脾气 她的确不是故意要侵犯自己的妻子 但她一直存了这样的心思 才会让人有机可乘 周执军是背后的黑手 可是正因为这一原因 竟无意中逼出了萧眼的野心 这一点 萧崇华一直忽略过去 她正是因为了解萧眼 才断定 她不会在这种时候 对欧阳暖动手 就连欧阳暖 只怕也是这样笃定 然而中间出了那样的变故 萧崇华什么都能忍 却不能容忍别人横刀夺爱 再冷静的男人 也无法忍受这一点 更遑论 欧阳暖是她那样珍惜的人 你 还有太子妃 萧眼有一丝迟疑 若不是担心暖儿被牵连 我定会让她尸骨无存 此时此刻 萧崇华逼近萧眼 不光如此 眼前的人 她也不会放过 萧眼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萧崇华会这样震怒 她慢慢道 我想不到 她在你的心里 竟然这样重要 萧崇华垂下眼眸 面无表情地应了声 早在我向陛下请求赐婚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萧眼虚应了声 那倒也是 可是今天发生的事 让我很惊讶 我以为 你至少会顾念我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 却没想到 你竟然纵容他对太子妃动手 隔了约一步的距离 此时此刻 萧崇华心底翻腾着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语音冷漠 不念兄弟情谊的 不只是我 太子 你不是也一样吗 萧眼盯着萧崇华 说话的语调已经变得冷漠起来 我如何不念兄弟情谊 萧崇华深吸口气 强行将心底欲爆发出的怒气压下 可那咄咄逼人的语气 早已泄露了他此刻的情绪 她是我的妻子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太子身便向来不缺女人 怎么会是个挖人墙脚 趁虚而入的无耻之徒 趁虚而入 哼 这我倒是承认 不过 趁虚而入的 远远不止我一个人 萧眼双手紧握成全 再也压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我劝你也不要太笃定 至少也该问问欧阳暖 看他究竟有没有想过 要做你的妻子 他若得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只怕 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妻子 一下子便明白了 对方语中的暗示 萧崇华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我倒是不知道 太子殿下原来这么会耍嘴皮子 萧衍缓了语气道 崇华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怎能为了一个女人翻脸 你好好想一想 他哪里值得你这样与我发怒 萧崇华决绝地转过身 一字一句道 不必多言了 萧衍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今日一事 你我兄弟情依 恩断清绝 没错 一直以来 他为了大局 束手束脚 无可奈何地被萧衍利用 但那也是他的底线范围之内的 可这绝不包括 要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投入他人的怀抱 包括眼前这个所谓的兄弟 萧崇华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我也无话可说 萧衍丢了酒杯 将最后一杯酒 祭奠式地徐徐倒入黄土之中 话语中带了一丝淡淡的凄凉 不过 我要提醒你 为了一个琢磨不透的女人这样做 不值得 对于他虚伪的规劝 萧崇华冷笑一声 静自离去 他回到场中 看到女眷们都上了马 他微微一笑走到欧阳暖身边 对着马上正在苦恼的欧阳暖道 怎么了 红玉偷笑道 小姐马叔不好呢 当初只是跟着少爷学了一两天 哪里就能上马了 可是小姐又任性 偏不肯在人前丢了面子 红玉 你疲痒了是不是 敢这样笑话我 欧阳暖瞪了他一眼 红玉也不怕 只痴痴地笑着 萧崇华突然一个翻身 欧阳暖惊叫一声 才发觉他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顺势搂住了他的腰支 低声道 我来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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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想浪腾最后